第八百二十四集 太宰慕容克回到叶城 对辽鼠们说 我以前平定了广顾 却没能帮助辟驴位 如今平定了洛阳 又害得沈晋被杀 这些虽然都不是我的本意 然而身为军中主将 实在是有愧于天下呀 东晋朝廷嘉奖沈晋的忠诚 追赠他为东阳太守 陈司马光说 沈晋可以称得上是大孝子了 他对父亲的罪恶感到深深的耻辱 不惜以生命加以洗刷 把凶恶叛逆的家族 变成了忠诚道义的门第 义云改正父亲的错误 发扬他的荣誉 尚书蔡仲之命约 你尚能够掩饰前人的过错 这就是忠和孝 沈晋大概就是这样吧 太宰慕荣克作为将领 从不显示威严 专门使用恩信 安抚士兵十分注重重要的方面 不乱发苛刻的命令 从而使得人人都相安无事 平时军营中宽容随便 看上去好像可以冒犯 然而实际上却是戒备严密 敌人来到后没有能接近的 所以一直未曾出现过失败的情况 29日 在安平陵 安葬了东晋哀帝 及静皇后王室 夏季四月初九 前焉太尉 武平匡公 封义去世 任命司空杨悟为太尉 世中光禄大副 皇甫真为司空 兼中书建 杨悟先后奉侍前焉四代 德高望重 从太宰慕容克以下的人 全都叩拜他 但杨悟为人千功仁厚 品德比年轻的时候更加高尚 对子孙们也是严加管教 所以他们虽然身着诸衣子兽 位居高官之位 但是却没人敢违反杨悟定下的戒律 六月十六日 东晋一周刺史建成乡公周府去世 周府在豫州三十多年 很有威望名声 朝廷下达诏令 任命他的儿子兼为太守周楚 代替他的职务 秋季七月初七 东晋朝廷调快鸡王司马玉 再次为狼牙王 初十 东晋将妃子于世 立为皇后 于皇后是于兵的女儿 假身 东晋立狼牙王司马玉的儿子 司马昌明为会计王 司马玉固执地表示不同意 仍然自称会计王 匈奴右贤王曹谷 左贤王刘卫辰都背叛前秦 曹谷率领两万兵重 进返姓城 前秦王福坚亲自率兵讨伐他 派魏大将军李威 左仆叶王猛 辅佐太子福洪 留守长安 八月 福坚攻击曹谷 并且攻破了他 然后斩杀了曹谷的弟弟曹活 曹谷请求投降 福坚将他六千多户富豪显贵的人 都迁徒到长安 年一百一十岁 儿子突发私父代替他统帅不忠 突发追金是突发树鸡能的堂弟 突发雾丸的孙子 梁州刺史司马勋 处理政事 残酷暴虐 至终别家 以及州内的豪强大族 只要说话不合他的心意 就在座位上下达命令 将他们立即斩首逝中 有时则亲自把他们射死 他一直就有占据属地的心思 只是因为惧怕州府才没敢发兵 等到州府死后 司马勋就起兵反叛 别家庸端 欺容司马伟退 恳切地劝谏 司马勋就把他们全都杀了 他自称梁翼二周目 成都王 十一月 司马勋带兵进入剑阁 攻打府城 西一校尉吴秋 弃城逃跑 十五日 司马勋在成都包围了 益州刺史州处 大司马桓温上表请求 让鹰阳将军 江夏相 异阳人朱絮 为征讨都户 前去救援州处 前秦王福坚回到长安 任命李威 赞任太尉 并担任世中 任命曹谷为燕门宫 刘魏臣为夏阳宫 让他们各自统领自己的部落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东晋任命尚书王彪之为蒲叶 靖海西宫太平元年 丙吟公元三百六十六年 春季三月 荆州刺史环霍派都户环匹 攻打南政 讨伐司马勋 前燕太宰大司马慕容克 太父司徒慕容平 叩头请求归还辅佐朝政的权力 尽上了应洗和受贷 请求返回自己的宅地 但是前燕国主慕容没有同意 夏季五月十二日 东晋皇后于世去世 朱旭周楚攻打司马勋 攻破了他 擒获了司马勋以及他的同党 借送给大司马桓文 桓文把他们全都杀了 把首级传送到建康 戴王拓拔时一间 派左长使燕凤 向前秦进凤供奉 秋季七月初八 东晋在靖平陵 安葬了于皇后 前秦辅国将军王猛 前将军杨安 杨武将军姚长等人 率领两万兵重 进犯荆州 攻打南乡郡 荆州刺史还货 前去救援 八月 驻扎在新野 前秦士兵 掳掠了安阳的 一万多户民众之后 才返回 九月二十九日 司马勋因 平定了 梁亿二州 在境内实行赦免 冬季十月 冬季十月 冬晋任命司徒 司马玉 担任丞相 陆尚书士 并给予他 入朝觐见皇帝 不必小 不驱行 畅败 不直呼姓名 并且可以配件 穿鞋上殿的 特殊礼遇 张天熙派使者 到前秦边境 告知 要与前秦绝交 前燕府军将军 下批王慕荣丽 进犯东晋衍州 攻下了鲁 高平树郡 设置了地方官后返回 当初 隆熙人李衍 率领他统侠之郡 投降了前秦 接着又和张天熙交往 十二月 枪族人脸齐 带领略阳的四千家民众 背叛了前秦 向李衍称臣 于是 李衍便在当地 设置了周郡长官 与前秦 前梁 绝交 南阳都护赵义 战据婉成 投降了前燕 东晋婉成太守 还诞 逃到新野自保 前燕人 派南中郎将赵盘 从鲁阳出发 去束手晚成 徐衍二周刺齿 于西 因为是 皇后家族的缘故 兄弟们显贵一时 大司马桓温 对此非常记恨 二年 丁卯 公元367年 春季正月 于西因不能救援 鲁郡高平郡的罪过 于是被免官 二月 前燕府军将军 下批王慕容丽 镇北将军 遗都王慕容环 袭击赤勒 前秦府过将军 王猛 拢西太守江恒 南安太守 南安人 邵强 杨武将军 姚长等人 率领兵重 一万七千人 讨伐练旗 三月 张天熙 派前将军 杨 进发金城 镇东将军 长聚 进发到左南 尤其将军 张统 进发白土 张天熙 自己统领 三万人 驻扎在苍松 用以讨伐离眼 免齐的部落 以前属于姚义仲 听说姚长到来 全部投降 于是 王猛攻克了略阳 免齐 逃奔到白马 前秦王 扶尖任命姚长 为 隆东太守 夏季四月 前燕慕容辰 禁犯禁 太守罗崇 击败了他 张天熙 攻打李衍 统霞的大下 五使二郡 攻了下来 长聚 在魁谷 打败了李衍的军队 张天熙 进军 驻扎在左南 李衍内心 十分害怕 退守到喊 派他哥哥的儿子李纯 去向前秦谢罪 并且请求救援 前秦王福坚 让前将军杨安 建威将军王府 率领两万骑兵 汇合王猛 前去救援里 王猛派少强 追击脸骑 王府守卫侯和 江衡守卫白石 王猛和杨安 去救援汉 张天熙派杨 在汉以东营战 王猛彻底攻破了他 俘获斩首 一万七千多人 与张天熙 在汉城下相持 少强在白马 擒获了脸骑 把他遣送回来 王猛给张天熙写信说 我接受赵令救援里眼 没想到却和梁州交战 如今面对着 尖臂高雷 等候赵令 相持旷日持久 恐怕对秦和梁两家 全都不利 这不是梁策 如果将军撤退 我带着李眼东返 将军迁袭百姓西归 不是也可以吗 张天熙对众将领说 王猛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本来也是来讨伐叛逆的 不是来和秦国交战的 于是就率兵西归 李眼没有让前秦的军队进城 王猛身穿白衣 坐着车程 身后有数十人跟随 他请求跟李眼见面 李眼打开城门请他进入 没来得及防备 众将也都相继进入 于是就拘捕了李眼 任命李中将军彭越为 平夕将军梁州刺史 震首喊 张天熙西归的时候 李眼的将领贺纯 劝李眼说 以民工您这样的神明威武 将士们也都骁勇强悍 为什么要束手就擒 屈服于别人呢 王猛的孤军远道而来 士族疲惫 而且是因为我们的请求救援而来的 所以一定不会设置防备措施 如果承他们懈怠 然后攻击他们 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功的 李眼说 靠着求救于别人而免遭危难 危难解除以后 又去攻击来救援的人 天下人将会怎么说我呢 不如固守下来 以此来磨损他们的力量 他们就一定会自行撤退 王猛责备李眼部 马上出来迎接他们 李眼把贺纯的计谋告诉了他 王猛就斩杀了贺纯 然后带着李眼返回 到达长安后 父坚任命李眼为光禄勋 赐绝位为归安后 前焉太原还王慕容克 对前焉国主慕容敬言说 吴王慕容锤具有的将相才能 超过了我十倍 先帝只是考虑了 长幼次序 所以我才得意在他之前 我死了以后 愿陛下让整个国家都听命于吴王 五月仁臣 慕容克病重 慕容亲自前往看望 并向他询问后世 慕容克说 我听说 报恩没有比剑举贤能更重要的了 贤能的人虽然藏匿在福意筑墙的人们中间 但是也可以启用为宰相 更何况是近亲呢 乌王慕容锤 文武兼备 才能仅次于管仲萧和 陛下如果将朝廷大政委托给他 国家就可以安定下来 不这样做的话 秦国进朝一定会有人窥探我们的计谋 说完之后 慕容克就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